Holo 大家好 今天我是Virus 好久不见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是比较喜欢看购物合集的分享 还是比较喜欢看单一的一类单品的一个合集的分享 可以在弹幕上面告诉我一下 因为我最近可能比较的忙 并且一个星期要考四场试 所以我近期视频的更新频率会有点不太规律 并且视频的质量可能相对而言也会比较差一点 甚至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看我今天的发型 我现在也是刚起床 然后就来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录制这一期视频 因为我最近买的一些单品会比较的杂一点 所以我干脆就把它们汇总在一起 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做这一期分享 有Aloha 短袖 短裤 长裤 然后还有项链 还有得比鞋 单品的种类还挺多的 刚好过几天也是618的一个预热 就看看各位观众朋友们能不能在这期视频里面 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者说给你们提供到一些购物的一个思路 因为前面的其期视频可能相对而言讲的会比较的 严肃比较的一个紧凑一点 本期视频我就打算以这种朋友之间聊天的方式 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我购买的这些单品 就我甚至连稿子都没有准备 只是写了个大纲 各位就可以挑一个空闲的时间 简单的看一看这一期视频 就相当于跟一个朋友聊天这样子 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的废话 就直接进入本期视频的主题 首先要分享的是这一件超长的一个暗黑风格的一个罗拉衬衫 然后还有我手上的这一双方头德比 来自我们国内的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套法店铺 叫做幻象者 我们首先先来聊一下这一双方头德比吧 就是这双鞋子我对它的评价就是质感超级无敌好 说实话 我甚至觉得比我那双Balenciaga的Tractor还要再好一点 鞋面它用的是头层牛皮 十分的细腻 光泽感也很不错 中间这一部分还有微褶皱的处理 让皮质多了一些纹底 会更有质感一些 各位观众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它这个皮质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算是奢侈品品牌的一个牌子 叫做硅底 我也不知道那个牌子是念硅底还是念QD 就反正它的鞋子都是这样子或者说这样子 也是有进行一个微褶皱的处理 这种处理就是因而易吧 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喜欢这一种感觉 就是说整双鞋子看起来会更有质感一些 但是也有些观众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 会让整双鞋子看起来旧旧的像二手鞋 然后鞋子它的鞋头是一个方形的 与市面上我们常见的一个德比鞋那种圆润鞋头会不太一样 就是很好地把它们给区分开来 鞋面有进行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然后侧边也有一个金属补丁 侧面的这个金属补丁是幻象者这一个品牌的一个设计语言 就是你在他们店铺里面它的衣服 然后还有它的鞋子都是可以看到这一个金属补丁的一个设计的 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双鞋子的这个中底做工超级扎实 它是那种类似于木头的一个材质 就是跟我之前那一双Carmy Anger的那个中底不太一样 我给各位观众朋友们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鞋底 就是做的真的很不错 说实话 并且它的鞋跟也很高 大概是可以增高一个5厘米左右 我个人认为这双鞋子对身高相对比较矮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十分的友好的 然后就是这双鞋子的一个穿梭体验 这双鞋子它的上脚体验其实还是可以的 不过就是有一点重 而且鞋底也不是很软 你穿着它想日常凹凹造型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穿着它走一整天的路 建议你还是算了吧 这样你的脚会累得失去知觉的 鞋子的上脚造型真的很帅 无论是短裤还是长货 它都可以完美的兼容完美的胜任 这双鞋子价格的话相对而言就会比较贵一点 就800多块 848块吧好像是 各位先别碰我 先别碰我 先别碰我 本期视频就是一起简单的购物分享 我也没有说这个价格便宜 性价比什么之类的 同样是各位自行斟酌 所有的东西都是各位自行斟酌 然后就是这一件黑色的尔拉衬衫 我并不太推荐这一件单品身高比较矮的观众朋友们去购买 因为它的衣裳设计实在是太长 我这一件是L码 然后它的衣裳已经是到了84的这样的一个衣裳 不过其实衣裳设计较长是这一件单品的一个设计语言来的 就是要那种很长很飘逸的感觉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的一个上升图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衣服的面料与普通的尔拉衬衫不太一样 它用的是天丝棉 会比迪伦材质更舒服更透气一些 然后衣服的下摆是比较抽象的一个人像王点印花 胸前还有一个双层的一个方盖小口袋 下方的倒三角金属扣 还有做一个点缀 这件衣服我个人认为 对于那种喜欢暗黑风的一个小伙伴来说 是没有什么缺点的 无论是版型还是设计 它都是十分优秀的一个单品 唯一美中物足的是 这件衣服的价格可能会相对而言会比较高一点 要400多块 但是这个可能是我的问题 不是衣服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件白色的一个T恤 还有这一件水洗作秀的T恤 先聊这件白色的吧 白色的这一件相对而言会比较简单一些 是我频道竞技的常客RefEye 因为我已经洗过一两次了 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皱皱的 它整体的设计真的很简单 就正面的一个Not the same的标语 加上一个静止图案 图案还有进行一个类似于做旧的处理 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个设计有些观众会有点不太喜欢 它有点像我们小时候 然后把衣服放洗衣机里面洗过头之后的那种感觉 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吃这种设计的 面料店铺它没有写 我摸着大概是260克左右的一个纯片材质 我上身并没有觉得很闷热 然后它的领口也是有进行一个二本身的加固工艺的 其实我当时买这件衣服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 也没有想什么工艺啊做工之类的 就是想着它120块的价格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图案也还挺好看的 就索性把它给买下来了 到手之后它的领口还有它一个整体的做工 这一点属于是意外的发现了 我选的是一个L码的 衣裳75左右 是一个宽松落线的版型 然后因为面料有点硬质 它也不会说很软塌塌 价格真的不贵就120块 并且图案也还可以 就我还是蛮分享这一件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的 另外这一件水起做旧T恤同样也很不错 它的复古味真的很足 衣服它的领口破坏做的很到位很自然 然后它下白也有进行一个破坏处理 同样也是十分的自然 就真的很有那种去洗衣机里面把衣服洗坏了的感觉 当然这一句不是黑 只是想夸它这一个破坏的效果做的真的很自然 因为这一件是复古水起T恤 所以衣服上面的所有破弄破损这些都是店家设计的 并不是说这件衣服的一个小瑕疵之类的 跟破坏效果一样它的水起效果做的也还挺不错的 色料同样是过度的很好 这个水起效果不会像一些比较拉垮的一个国潮的水起T 那个水起做的更发美一次 这一件就整体都是一个很平均的一个效果 领口是正常大小的领口 也是有进行一个二本针的加工艺 面料的话估计是为了还原Vintage T恤 是那种比较薄比较有垂感的一个面料 大概是230克左右 我买的是M码 版型是有点偏大的 我这个身材估计得选S码才比较合适一点 M码有点撑不起来 就国潮的一些复古水起T定价都稍微会比较高一点 它的价格是298块 就看各位观众朋友们自行斟酌一下吧 分享完T恤之后是两条短裤 分别是这条卡其色的一个纯面材质的短裤 还有这条均绿色的锯纸纤维的短裤 先来讲一讲这一条卡其色的吧 卡其色的这一条应该是我近期购买的所有短裤里面 我个人认为上层体验最舒服的一条 它面料真的很轻浮很舒服 100多块的价格其实买来当税库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当然我不是说这条裤子不适合外穿 裤子的一个基带是两条飘带的设计 上面还有这种可以调节位置的一个调节裤 两边的拼接设计可以增加裤子的一个层次感 还有裤脚的一个圆弧处理 让这条裤子也拥有了挺高的一个运动属性 对了差点忘了说了 裤子下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刺绣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能不能看到 这里有一个小刺绣在这里 造型也是很不错的 无论是作为家居服穿还是外穿运动的话 这条裤子都是十分合适的 我选的是插要码 裤长55刚好到膝盖 总体而言这条裤子的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我个人认为100块这个价格 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买一条这样的裤子真的挺划算的 然后是这条来自Monday的一个沙滩短裤 它这条裤子的设计挺有意思的 它的正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背面是这样子的 它是采用了一个正反面不同材质的设计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正面的材质是防泼水的那种锯质纤维 有微微纹理感还有金属感 对了它这条裤子还是有一个双口袋的设计的 不过只有一边就只有这边这一边 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是有一个双口袋的设计 裤子还是挺能装的 不过它上面那一个口袋容量其实并不是很大 就刚刚好可以装下一个手机这样子而已 背面的材质用的是颈纶还有鞍纶混合的 手感还有弹性都挺不错的 然后裤子内里是这种网眼的设计 可以增强整条裤子的一个透气性 不过我个人认为它这个网眼其实不太轻敷 就是上身之后也是会有一点点磨皮肤的感觉 曼内的做工不用多说 我买过这么多回曼内的东西 就从来没有喷过它的做工问题 马术我选的是L马 裤长50 因为是五分沙烫裤的设计 所以裤长挺短的 我一般只有运动的时候会穿 平时要穿的话建议上身 就不要穿太宽大的衣服 价格的话 Monday的定价都会比较高一点 这条裤子的价格是249元 就各位自行斟酌一下吧 分享完了Aloha短袖短裤 那肯定会有长裤的 就 哎呦 天哪 手机掉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手上的这一条黄泥牛仔裤 这条裤子是10E Exchanger打版Mason Margera的那条新出的黄泥牛仔裤的产物 虽然说这条裤子它的版型还有它的设计不能做到百分之百还原到Margera的那一条 但是至少也是有百分之九十的了 10E真的是太懂消费者了 裤子整体有一个发黄的做修效果 随喜纹路其实也还算可以 不过面料感觉不太像牛仔裤 因为弹性很强 并且触感很软糯 有点像一个纯棉材 不知道是Margera那条裤子就是这样还是这条裤子打版的问题 就是这条裤子它的版型是一个比较直筒的版型 但是它描述又说是威拉裤 我是自己在裤子的下面剪了这样子的一个开口 这条裤子才会有一点比较威拉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在下面剪一个开口 它上升的时候真的很像直筒裤 我昨天晚上发现一个帖子 它这条裤子它130块就把它给拿下了 虽然说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 我还是挺羡慕那位哥们的 11让你可以用百分之十的价钱 然后买到百分之九十的一个版型 它是蛮分享给各位的 我破几张上升图给各位看一下 我买的是Elma 然后裤长标的是107 但是我感觉应该只有104左右 甚至感觉还有一点短的 裤子总体而言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说十一穷哥们的神 视频最后我再来分享一样东西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条项链 算是回收一下我们的主题 这条58块的锦链来自店铺 LUSIN BAKING 我看最近好像有挺多观众朋友们 在问我没有短项链推荐的 我还是挺推荐这一条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的 链子整体的设计类似于荆棘 是通过几个铁环相互扣紧创造出的一个效果 它的链长大概是40厘米左右 它有百分之五的一个延长链 项链的一个上升效果大概是这样子的 各位可以简单看一下 说实话我今天这件衣服是一个领口比较大的衣服 我不太建议的大领口的衣服搭配这一种项链 会有点像 狗圈 链子的材质是普通的不锈钢材质 不是925银的 这个价格怎么可能买到925银 你想什么呢 如果你最近有在找那种比较素 比较好搭配的一个短项链 这一条我就蛮分享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的 价格也不贵 造型也还可以 OK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期视频可能会有些观众朋友们觉得说 有些平淡有些 整体起伏不是很大 因为我这一期视频就是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 做一期简单的购物分享 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 跟朋友分享几样东西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真的挺忙的 就是这个视频也是百忙之中 我抽出早上睡觉的时间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录了 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赏脸给个三脸吧 下一期视频应该是我放暑假的时候才会出来 不用担心我放暑假第一时间就会把视频给搞出来 就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